我們的原則就跟台北市政府一樣 不能讓北農做任何修飾 因為這會影響到大台北地區的蔬果供應 甚至也會影響到農產品產地的供應 因此為了解決目前疫情快速發展 對北農員工確診的部分 我想昨天陸主密已經有對外說明六大措施 其中有針對拍賣員 如果因為確診的話 那我們有做動態的調整 目前一市跟二市裡面 二市是沒有確診拍賣員 那一市主要的是拍賣員確診人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在一市有六成 二市有四成 至少會有一成會移到二市這邊來交易 第二個我們會增加整個預約交易 所謂的預約交易就是不用經過拍賣 那產品就可以直接運送到通路業者 然後讓現在的八九%的預約交易在大幅度的來成長 那第三個是針對北農一市的拍賣台 那大概有三十四個拍賣台 每一個拍賣台本來拍賣一到兩個品項 那我們現在讓它拍賣三到四個品項 所以我們適當的調度拍賣的時間 也就是讓北農的營業的時間在拉長 所以就可以讓所有的這樣的一個蔬果到北農可以完成 那昨天禮拜二是禮拜一休是禮拜二 所以昨天的蔬菜成交量有1700公噸 都是如常的在交易 所以請所有的農民跟消費者安心 除了確診者之外 那密切接觸的隔離的部分 我們也跟台北市政府這邊希望可以跟CDC呢 比照像醫療體系 這個是所謂的國家基礎建設 而且我也是民生必需要的 那是不是用快篩 來取代相關的這一個隔離的三天的天數 我想這樣才能讓北農更順暢的運作 在二物戰爭之前 也就是過年前 總統跟院長已經要求農委會全部的盤點 所有可能的因應措施 第一個 我們要確保國內所有的回料 我們的種子 我們的黃豆玉米等這些制裁 都要足夠 這個足夠都是往後推半年都足夠 第二個 我們有適當的 包括蔬果 包括我們的肉類 包括我們的水產品的庫存 再加上我們自己國內的生產 所以在這裡跟所有的消費者報告 我們未來半年的所有的 農魚序產品供應絕對充足 現在的問題是 會原物料上漲之後 導致我們的農序產品價格提高 所以農委會這一邊要盡所有的能力在源頭 也就是像飼料的部分 或者是我們的回料資材等 盡量的來降低成本 讓農民的負擔減少 然後這個我們現在正在全力的執行 我們在中間攝影棚 從前天後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 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 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 比較迷你的水神烏滑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買 送水神一級兩得